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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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1960年后 出生民众等到完全退休年龄67岁才申请涉安金 便可拿到自己的全额福利或者另一半所领金额的50% 看哪个金额高 举例来说 如果另一半每月领取3500元涉安金 配偶达到完全退休年龄就可以申领每月1750元 根据统计 在2022年绝大多数退休劳工每月领取涉安金金额为1656.30元 因此 配偶福利的金额很有可能比自己的涉安金还高 二 如果另一半提早申请涉安金 配偶福利将因此降低 完全退休年龄是67岁 但涉安金最早在借满62岁就可领取 不过会损失大约30%福利 如果另一半在62岁就开始领涉安金 配偶福利将连带受到永久影响 举例来说 若67岁可以领取2000元涉安金全额 但提前到62岁领取 只能拿到1400元 配偶福利的计算是与另一半涉安金金额高低直接相关 因此 如果另一半在67岁申请涉安金 50%作为配偶福利便为1000元 另一半提前在62岁就申请涉安金 50%作为配偶福利的情况下 就只能拿到700元而已 三 配偶福利不会因为等到70岁才申领而变得较高 1943年后出生的民众 借满完全退休年龄之后 每延迟一年领取涉安金 福利就可多拿8% 直到70岁 举例来说 若67岁每月可拿到2000元涉安金全额 延到70岁领取 每月就可拿到2640元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配偶福利的计算还是根据2000元来计算50% 也就是每月拿到1000元 并不是根据延迟领取后的2640元作为基准 四 即使离婚 还是有配偶福利可拿 不够40个工作点credit的朋友 是可以凭着拥有40个点的配偶得到社会安全福利 包括退休金和医疗保险 只要已经结婚至少10年 即使离婚后 只要未再婚 依然可以取得前配偶设安退休金一半 这个福利 即使前配偶仍健在 甚至对方已经在结婚 只要自己未再婚便有资格 假如前配偶已经过世 您还可以提前在60岁便取得退休金 比一般62岁提前领退休金还要早两年 然而 离婚之后还没到达完全退休年龄 就申领配偶福利 拿到的金额将会打折 具体领取的金额 大家可以登陆社安金的网站去查看 另外 我们也顺便介绍一下 关于配偶的医疗保险福利 一 只要夫妇二人其中一人合乎资格 其配偶亦可以因此而拿到医疗保险 不过这位不合资格的配偶 一定要在65岁才可以拿到医疗保险 假定符合资格的配偶没有满65岁 但是另外一位不合资格的配偶已经达到65岁 那这位配偶是否可以自己先拿到医疗保险呢 答案是 不一定 要看那位符合资格的配偶年龄是否超过62岁 如果是在62岁以下 那另外一位不符合资格的配偶 即使本身年纪已经达到65岁 都是不能够拿到医疗保险 但是 若符合资格的配偶已经在62岁或以上 那不合资格的配偶 在65岁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拿到医疗保险 包括 Part A 住院保险和 Part B 看医生的保险 二 以属福利要结婚9个月 社会安全 Social Security 退休制度里面 有一个项叫做以属福利 Survivors Benefit 项目 让一个有参加涉安保险的人 即使没有工作够10年 万亿不幸去世 家人也马上可以得到社会安全福利 包括18岁以下的子女可以按月得到现金福利 假如配偶要在家照顾孩子 也可以获得现金福利 甚至有父母是依靠死者供养的 只要在62岁或以上都有可能取得现金福利 可是 要得到这类福利 夫妇必须已经结婚至少9个月 除非死亡原因是意外 最近见到有一个家庭 夫妇一向没有正式结婚 家中有几个孩子 丈夫不幸因病去世 死亡前几个月才去办理结婚手续 未够9个月 所以 以属籍可能取不到以属福利 假如结婚未够9个月 亦有几个例外情况 可以令以属得到福利 就是假如夫妇两人有自己的孩子 假如子女是双方以前婚姻所生下的 必须做手续去正式领养对方的孩子 才可以在结婚不到9个月 便可以得到以属福利 需要注意的是 社会安全福利的具体计算和资格要求 可能会随时间和法规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在决策前 建议咨询社会安全专家 或访问社会安全管理局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的官方网站 以获取最新的信息和准确的福利计算 配偶在退休金策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确保充分了解相关规则 对于规划您的退休金非常重要 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误区 就是关于设安金的领取时间 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理财专家建议 领取设安金的时间越晚越好 可以极大化领取的金额 从数字来看 这是合理的 例如完全退休年龄是66岁 如果等到67岁才开始领 将可获得设安金的108% 如果等到70岁才开始领取 将可获得设安金的132% 但自动百万富翁 《The Automatic Millionaire》一书作者巴赫 David Buck认为 这样的等待并不值得 以下是巴赫认为 应该一有资格便尽快 开始领设安金的原因 一、尽早领取 才有更多时间享受 理想的情况是 其他退休收入来源 足以致应生活所需 设安金只是额外的一笔钱 这样的话 越早开始领取 就能越早善用这笔多出来的钱 巴赫说 关于这个事实 大多数专家都不会告诉你 首先 如果退休后 不需要靠设安金生活 在有资格领取的时候 就开始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笔免费的余钱 就该立即享受 他说 多出去旅行 搭飞机坐头等舱 帮助孩子 宠爱孙子 捐款行善 玩得开心 不要等待 现在就去享受生活 二、 即使必须靠设安金度日 也该尽快开始领取 如果需要仰赖设安金 为退休生活提供部分金源 那就更有理由尽早开始领取 根据目前情况 设安局预计到2035年 税收将仅够支付75%的设安金支出 巴赫说 如果真的需要靠设安金生活 那么就要做好有一天收入会减少的准备 他表示 在还没有资格领设安金之前 最重要的是积极的储蓄 为设安金收入可能被削减预作准备 巴赫说 从今天就开始增加401K和IRA账户 不要等待 也不要找任何借口 哪怕只增加1%的储蓄也会有帮助 巴赫表示 他也打算遵循自己对别人的建议 他说 他郑重声明 只要一有资格领取设安金 立刻就会去领 不会等待 因为政府只会延后民众领取的日期 并且削减支付金额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如果您对今天的节目有不同的观点 希望朋友们留言给出您的反馈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点赞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